被罚警戒户上囚车 身穿灰色上衣短裤穿着拖鞋 看到有媒体还特地回头查看 一改过去的光头造型 头发变长了还留了胡子 甚至衣服也换了 他日前殴打艺人修杰凯的陈雅豪 最近频频登上新闻版面 深夜遭到收押 陈雅豪在下个月内连续犯下多起恐吓取材案件 因为先前的暴力行为实在太多了 遭到北俭升压 而北院也获准才定收押 34岁的陈雅豪在今年3月 因为一名无心被害人欠了35万的债务 就把人压到KTV 要求要签本票才放人 甚至搜身 发现对方身上有9000块直接抢走 警方在3月获报后掌握行踪 果然马上发现他接连犯案 到底什么事情可以讲一下吗 陈雅豪早期混迹搜联邦 后来加入统促党有竹联邦背景 还曾经当白狼张安乐的随护 才刚在KTV殴打艺人 没多久就被指控暴力讨债 警方还在搜证时 他就接连犯案 甚至不只打艺人 今年初还护驾同促党成员 在台北地检署外头 和媒体爆发推积 因为同促党干部涉入反渗透法 遭到台北地检署约谈 他为了护驾在大门口 直接朝媒体动手 频频蠢松斗狠 就怕罗交报会衍生更多暴力事件 被检察官升押法院获准 不过两次登上媒体版面 都穿一样的衣服裤子鞋子 这回终于把整套衣服都换了 却是狼狈尽到看守所 TVBS陈冠宇叫汉文苏佩语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Zither Harp 谢谢观看